下列选项 哪一个混合物不会进行化学变化 A选项 我们要看的是反应里面的氯 负1 氟不带电 但是氟得到电子的能力比较大 氯会把电子丢过来 所以反应之后会产生氟化酮 加上Cl2 B选项要看的主角是金属 因为这边有元素氢跟铜 那氢的活性比较大 电子会丢出来 所以反应之后会产生氯化酮 加上铜的吸出 那第三个选项 那氢 正二价和钩 不带电 那氢的活性比较大 所以氢已经失去电子 它就不会再把 再把铜上 钩上面的电子抢过来 所以这边是不反应的 那因为氢的活性 大于固 那再来第四个选项 铜跟银 铜的活性比较大 银的活性比较小 所以电子会丢到银的身上 让银吸出 那这边的判断上面 银本身也是正电 铜也是正电 所以它进行的 不是氧化还原 那这边进行的反应 是沉淀 那会有氯化银的沉淀 那当氧化素 的状态相同的时候 我们就 必须考虑其他的反应条件 OK 那所以也有反应 只是病符是氧化还原 他问会不会有化学反应 所以它是属于沉淀 好第五个选项 第五个选项来看的话 氯化镍 锈化银 镍跟银 氧化素一样 绿跟氯化素一样 那这边也不会有沉淀 当然也没有酸碱的反应 好 所以这边不反应的是C跟E 两个选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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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